貨車鞋停在水溝旁 三名壯漢把後車斗上的東西往下拽 一個個全往地上扔 但仔細看上面再覺得 竟然是一微微死掉的龍膽石斑 而且個頭還不小 整個偷盜過程都被路過民眾 排下來PO上網 一大片整齊的餘溫 在緊隔一條夠的距離 看到這邊不斷一個大窟窿 而且刺鼻難聞之外 在底下更可以看到龍膽石斑的尸體之外 還有各式的魚骨頭 一溝之隔一邊是魚溫活魚 另外一邊卻是滿地魚骨 還不時飄出陣陣惡臭 一個大大的魚頭露出來 看起來怪嚇人的 而且數量還不少 你要把它挖起來嗎 那也是魚骨頭 官報局人員跟當地派出所員警全都出動了 到現場勘察 發現地上被丟棄的有垃圾 也有魚骨殘骸 有的都被曬成魚乾了 而地點位在高雄彌陀 爬堤海堤旁 8號晚上7點多 民眾拍下害人一幕 但其實當地民眾說 不只這個窟窿被偷到 只不過沒人敢檢舉 隨便把死掉的龍膽石斑找個坑埋了 並著沒有人發現沒被檢舉就沒事的小信心態便已行事 但死魚也算是廢棄物不能隨便亂倒亂埋 現在環保絕針對影片追人要將違規清道的業者揪出來 除了開罰之外還要限期把丟棄的死魚清除乾淨 TVBS新聞 埃州省流水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